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亲爱的大表姐 打招呼 我们现在在 我们马上要见到我的好朋友 徐燕女士了 也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发现 我的皮肤在慢慢的变好 就是因为我在偷偷的变美 就是因为有益于徐女士的帮助 因为徐女士在这里上班 从去年11月初开始 我就开始定期的打水光针 又做了超皮鸟 然后还做了光子嫩敷 我今天是来做一个这种 日常的清洁护肤 就是做一个大气泡 然后波波是要做微针 因为我痘印比较多 上次来咨询了一下这里的医生 医生说我特别适合做微针 来去去痘印 对 因为我开始做了 水光针和超皮鸟之后 我身边的姐妹们又被我有所感染 都开始在慢慢的变美 选择做一些这种基础的医美 现在就进去吧 谢谢变美 带动了大家去整牙 带动了大家护肤 现在就是有点带不动汤圆健身 徐女士最近容光焕发 你好年轻一些了 谢谢 我好像一个卤蛋 我现在已经做完了大气泡了 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再敷面膜 刚刚我都睡着了 现在波波不知道在哪个屋做微针的 微针就是满脸炸的都是针烟 小脸蛋就没有了 反正就是让皮肤新生化 这个意思 然后我做完了大气泡之后 我会再做一个脱毛 因为马上要夏天了嘛 脱毛是一个月做一次 还会再长 但是它就会随着你做的次数越来越多 慢慢慢慢的就不长了 大概这个意思 嗯 又是变美的一天 我已经做完我的项目一个小时了 我都做完出来20分钟了 我问波波 波波说他刚要开始 然后他现在已经结束了 在敷面膜 波波一直觉得说自己特别能忍 什么都不疼 打水光针也不疼 然后做超红条也不疼 然后现在疼哭了 喝了麻药嘴都快麻了 但是微针做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麻药没敷一样 在等波波的这个时间里 和医生沟通了一下我现在的脸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项目就是 首先是汗管流 就是这 我大概两年前做过一次 就是在老家时候做的 非常疼当时 反正这次他们跟我说不疼 当时可能是第一次做 然后量也比较大 因为我那种汗管流的确很严重 接下来就是今年比较在意的这个 印第安纹 一定要去掉 跟医生讨论了一下 打波尿酸的话 只能维持一个月 所以要等一等过一阵子 做那种买小线 我下边天生缺一块 然后打一个波尿酸补偿 然后顺便再打一下脸 完美 又是变美的一天 现在准备回家了 拜拜 周六了 早上好呀 我刚睡醒 我昨天晚上一点睡的 然后今天七点 六点五十就醒了 我最近不堪其扰 我家不知道是楼上还是隔壁单元 还是那儿 其实每天晚上都有人唱佛经 然后还敲鼓 每天要唱那十二点 师傅 晕晕了 然后周六日早上七点多还要起来唱 然后我给乌叶打电话 乌叶过来找了两三次 也没找到具体是哪一家 而且我让无业的人进来之后 就是要真切地听到这个声音 我一直在问 我说你也听到了吧 你也听到了 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 那我就吓死 我现在已经做好饭 坐在电视跟前准备看着乡村爱情 这个是我的早饭 牛肉 青菜 蘑菇 然后这个是鸡胸肉的那个饼 然后一小块红薯 这碎的是豆腐 被我炒碎了 我妈说我现在吃饭 现在没有牙了 因为我带牙放在牙有点没劲 这一季子留能换人了 你们知道吗 现在是星期六的上午11点40 我已经到健身房的楼下了 健完身之后就去 澡堂的脱澡 所以拎了好大堆的袋子 我就是这么瘦的 周六也要早睡早起 也要吃减脂餐 很开心哦 现在不开心了 刷脸刷不进去 被堵在大门外了 这个头部有些迷乱 好 现在是1点03 健身房的活动结束了 准备奔赴下一个地点 然后马上一会儿 还要再去另外一个健身房 试上体验课 然后准备上完体验课之后 跟我说要回去 大典肯德基造一顿 头在哪反正也看不见 你现在可颜色了 现在已经是下午的3点40分 我从按摩房结束之后 现在要去汗蒸房 我早晨先去了健身房 然后来到了按摩房 现在要去汗蒸房 健身房 按摩房 汗蒸房 先去了健身房 按摩房 汗蒸房 大姐拜拜 我终于回家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18点52分了 大概好像是11点多出去的吧 今天时间主要是耽误在搓澡这儿 我本来以为那个时间段 人应该不是很多 结果人特别多 搓澡我前面排了十几个 就是我在那个池子里泡着 已经泡不起了 而且我是早上吃的饭嘛 健身和按摩本身还挺消耗体力的 后来我就感觉我自己要晕池了 就已经特别饿了 觉得在里头已经待不了了 我就围了浴巾出来了 出来在外头 就是换衣服的那个间里待着 然后饿的手就开始哆嗦 我现在喝个红牛 后来想看着有麦洞 然后干了一瓶麦洞好多了 所以我现在回来之后 马上就要马不停蹄地 开始吃我今天第二顿饭 山饭可能就体力就回来了吧 总之是一个非常满目 前充实的周六 前几天和汤圆一起去花花世界买的花 然后当时它还是都很多花糊涂 现在花已经开了 非常的好看 然后郁金香也开了 而且水还很轻 就正常过几天之后的水就会变得有些浑浊 但是这个水还很轻 看一下这个玫瑰 到现在也开得很好 天呐 难道我已经掌握了这个养鲜花的技巧 这个都已经一个星期了 还有这个 这个因为买的时候它就是开了 只不过现在它的花朵又更大了一些 水也很轻 这次的花感觉都很棒 以前有花买回来 可能没两天水就非常哺 看 我的小鱼也活得很好 水也很清澈 到现在还没有喂它们 因为买的时候老板说回来 让我过两三天三四天再为 嘉辉送我的这个绿植 就是这一些部分都是新长出来的 而且它好像要开花了 天呐 果然是春天啊 买了万物不酥 动物的交配 我也最快的速度做好了晚饭 和上午不一样的是放了一点咸菜丝 放了冻豆腐 然后还是看着我的乡村爱情 干饭人要干饭了 我刚才下楼去取快递 然后今天特别暖和 在外头又晒了一会儿太阳 今天已经周日了 然后把我的快递拿回来 最近其实又买了好多东西 都是一些日常家居的用的东西 然后今天刚刚到了第一件 我决定以后在食品里 只要是居家的这种视频 都会给你们推荐一些 我最近用的好用的东西 然后今天要给你们推荐的 就是这个我刚刚收到的 少女心 美孵花撒 这个是我之前在朋友圈里看到的 有朋友发说超级好用 后来我就上网去搜了一下 然后也看了评价 觉得应该不错 因为我家前一阵子刚刚拆了浴缸 现在的这个花撒也不太好用 我现在很期待 看 是这样的 就能看到它这个出水的孔 非常的细 肯定水是很绵密的那种 一会儿我装上 然后可以试一下 然后这是那个管子 一家店呢 买了一个护手霜 花撒的那个支架 这个就是放在马桶里的 就是类似于节测宝 看总共有这么些配置 花撒 然后这个水管 我的手怎么这么操啊 这个是那个过滤芯 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香氛 然后这个是固定的那个架子 现在已经是周日的晚上了 刚刚又下楼去拿了一个快递 是我新买的这个运动服 一个背心和一个裙子 等天暖和的时候就可以穿了 这个样子 感觉还挺有活力的 不过这个衣服稍稍有点肥 感觉应该能穿个一个月 希望过一个月之后就要买小凉码 看我这个花撒已经装上了 这个花撒啊 我刚才又去页面看 我当时没看清楚 没买好 其实它有一个就是这花有一个键 然后用的时候就不用去关这个开关 就可以 比如说叫停水的时候 按一下那个键 然后它就不流水了 其实我觉得那个更好 但是现在已经把这个买了 希望它赶紧坏 坏了之后我买了 看盘的水度 是不是很细很绵密 我今天下午有一点坏肚子 好像是吃西红柿吃坏了 太凉了 不知道还是吃红薯吃的 开始还觉得没什么 后来就甚至有一些拉水 所以我要赶紧的洗脸收拾 然后就睡觉休息一下 然后明天早上去健身 那我的大表姐的中国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 拜拜 叫我围绕个智王好吗 求你了